好听广告 Action 山城会客室 欢迎收听山城会客室 随着过年春节即将到来 为了要让社会大众 过个平安快乐的春节假期 借此加强重要节日的安全维护工作 今天也非常荣幸邀请到 苗栗县警察局局长陈世皇 将会针对过年期间 以治安平稳交通顺畅 民众安心为工作主轴 要向民众进行宣导 欢迎陈局长 欢迎欢迎 想要请问陈局长 在春节期间 警方对于苗栗县内 辖内的风景区 会有哪一些交通疏导的作为呢 我们苗栗县 著名的风景区非常多 还有南庄的老街 还有山湾的洛宇松秘境 山衣木雕 圣星车站 太阳温泉等等 我想在春节期间 必定会涌入大量的人潮 本警察局 以配合相关的单位 包括公路局 苗栗公务段 还有我们县政府公务处等等 已经在事先都有检视相关 亦拥设的一个路段 增设替代道路 并且有分流告示牌 同时也输入了大型的电子看板 及时的显示我们辖区 车辆庸设的情形 及路线的一个改道 并且则由各乡镇公所 来协调增设临时的停车场 辅足停车空间的不足 那在这里也要特别来呼吁 希望在这一段期间 到我们境内来游玩 希望能够快快乐乐的出游 平平安安的回家 不要有驾驶疲劳 或是有酒驾的一个状况 那想要知道说春节期间 听众朋友要如何知道说 前往苗栗县的风景区 相关路线有哪一些 要请陈局长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好 这一部分在本局的一个网站 已经有制作各大型风景区的 一个详细路线图 公告在本局的全球资讯网 可以供听众朋友来下载使用 另外各位听众 也可以到苗栗文化观光旅游网 网站来下载苗栗 玩透透等相关的旅游出版品电子档 在事前能够事先来规划 春节期间的旅游观光集点 住宿及路线等等 同时也可以到交通部的观光署网站 来获得县内各观光景点周边 一个相关的一个讯息 如果遇到塞车的时候 能够行驶替代道路 免除塞车的烦恼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 在交通尖峰的时段 能够随时收听我们线内的广播 同时善用科技APP的一个软体 包括交通部的1968 一个APP 或是运用Google导航 能够提前规划相关的替代道路 同时要注意看我们路边的一个道路指示标示 避开庸舍的路段 一定旅游的行车安全跟顺畅 那还想要请问陈局长说 在春节期间呢 苗栗县内容易造势的路段 警方有没有相关的具体防治的作为 我们警察局在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启动之前 已经邀请各警察局的交通组 针对我们辖内的易造式路段 召开防治交通事故的会议 那有分析本辖十大易造式的路段 那同时已主动把这些易造式的路段 提供给县府相关单位来做工程的一个改善 那同时针对春节期间 可能易造式的路段时段 那我们都会规划相关的警力 来做交通的疏导跟基讨 提高了见景率 那也希望民众在行经各大路口的时候 能够减速迈行 遵守交通的规则 在此本人也特别来呼吁 希望春节期间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不要乘一时之快 只求一路平安 不要有酒后驾车 或是疲劳驾驶 或是有超速行驶的一个状况 那接着呢 想要请问陈局长 警方要如何的加强 防抢防窃 以及有哪一些做法 可以提供给民众来做预防的呢 在过年前 我想各位听众 应该会准备 相关的年货的采买 或是有大额的一个 现金的一个进出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 我们会加强 辖内的银行 邮局 还有金融珠宝宴 寺庙等等 我们会来加强 寻守的密度 并且协助金融机构 来实施防抢的演练 也希望民众 要提领大楼的现钞的时候 可以拨打110 由警方来协助护钞 如果有全家要出游 或有短期的外出 可以先向当地的派出所 提出安全维护的申请 我们派出所的同仁 就会加强住家周边的一个巡逻 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小细节 那接着想要请问城局长说 现在很流行 假求职真诈骗的犯罪手法 那常见的关键词有哪一些 或是可以提醒民众说 在求职面试的时候 有哪一些可以注意的事项呢 好 在过年前也是我们诈骗的一个高峰期 尤其在寒假期间 我们一些青少年朋友 可能会有打工的需求 所以在这里特别来提醒 希望我们各位青少年 在寻求打工机会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到 这些诈骗集团 通常在社群平台里面 他们会贴出求职广告 通常有出现的关键语 就是高薪增才 无需工作经验 轻松转 或以民事暗示的方式 能够要求来提出出售账户等等 所以希望民众在求职时 对网络的增才讯息 能够来多查 多问 多存疑 如果有疑问 可以随时拨打 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同时在面试之前 要特别先来告诉家人朋友 要到哪里去面试 能够保护到自身的安全 同时在签约前 要详细的看清楚 相关的契约内容 如果有不清楚 疑问的地方 千万不要贸然的签约 那对于不能线上签约 那或只是要求你寄送 提供相关的讯息 尤其是个人的金融账户 信用卡身份证等等 要非常的谨慎 不要成为诈骗集团 所利用的对象 最后呢 是过年期间 亲朋好友们之间 都会以电话或是网路通讯设备来拜年 那诈骗集团呢 就会趁这个时候 利用拜年来进行诈骗 那手法呢 又推成初心 随着科技的进步 而不断的在变化 例如最近常常听到的 变脸诈骗 想要请问陈局长说 要怎么来防范 好 这一段过年的期间 也是我们贾亲友的一个诈骗 的一个高峰期 通常来电都会声称是他九位见面的亲友 那利用拜年的时间来做寒暄问候 随着他就会告诉你 说我的电话号码已经更改 要求你重新来输入新的电话 或是用LINE来借钱等等 所以这个一定是诈欺 而且目前所谓的AI身为的技术变年 有可能他也是利用亲朋好友的一个方式 跟你视讯让你以为信以为真 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 提到钱你就要眼睛要亮起来 耳朵就要竖起来 切记在电话中或是视讯时 能够表明见面之后再谈 不要轻易的按照他的指示来汇钱 那同时也可以跟亲友之间 设一些约定的通关密语 避免进一步晚被诈骗 最后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 预先规划了解各个风景区进出的替代路线 避开车潮 要去金融机构领大量钞票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拨打110 由警方协助护钞以侧安全 并且警方也将会全力维护年节治安交通 陪伴大家过好年 今天也非常谢谢苗栗县警察局局长陈世皇 跟大家宣导年节安全提醒 山城会客室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